网友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物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友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师功底 过去有一位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他跟一个女孩谈恋爱 突然间这个女孩嫁给另外一个男重 这个年轻人就受不了 就生病了 没办法接受 生病以后 因为她是心病 医生也看不好了 后来有一位行脚僧就走过她的门口 她的父母心看到很高兴 就把这位出家人请他们家里面 希望这位出家中 为这个年轻人开示 这位行脚僧他一路定义观察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就对年轻人说 你先睡一觉 你很辛苦 睡一觉 这位年轻人睡觉的时候 在梦中就出现一个影像 他发觉他跑一个到大海的岸边 海边的一个沙滩 这个沙滩有一个女众的浮尸 这个女众可能是跳海自杀 这个尸体被海水打到岸边来 然后他看到有一个人向这个尸体这边走过来 看到这个女尸 充满了悲悯的心 讲了一些祝福的话就走掉 第二个人 走过来看到这个女尸 也产生悲悯心 讲了一些祝福话 把她的夹克脱掉 就改在女尸身上 也走了 第三个人走过来的时候 看到这个女尸 不断起悲悯的心 还挖了一个洞 把女尸买好 恢复原状以后 又讲了很多祝福的话 他才走掉 这个年轻人醒来之后 这个禅尸就跟他讲说 你看到了 他说你是第二个人 你当初看到这个女尸的姻缘 你把你的夹克脱掉 盖在女尸身上 所以他陪你陪了三年 他现在嫁给第三个人 那个帮他埋尸的人 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今生是怎么样 你今生跟什么人结什么缘 做什么事 之初必有因 我们是看不到过去而已 当然我们也没有需要看到过去 反正认命就得了 你知道又怎么样 你知道也是要认命 知不知道不重要 你不知道要认命 你知道你还能怎么样 你知道也是要认命 所以这个的因缘假象 它会不断地出现 但是假象不见得会干扰我们 你一执着 它就干扰你 你不执着 它自然会消失掉 今生的因缘到底会不会产生障碍 是你决定的 为时所现的时候 你要对它产生为时所住 这个年轻人要没有遇到这位禅师 这个年轻人就糟糕了 他活在自己的妄想 他总是愤愤不平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他走不出他的妄想 谁都救不了他 临命中的时候 你又生起一个妄想 你住在这个妄想 我告诉你 佛陀救不了你 我们一定要有一定的方法 你要走出你心中的妄想 你才能够去受用迷途的光明 这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知道 今生所出现的假象 事实出必有因 跟过去有关的 知道就好 把它要放下 做出必要的 我们去做出必要的